歡迎收看財經護城河 各位同志們 大家好 我是文高 昨天晚上美國四大指數的表現 這個費城半導體指數 表現相對的不錯 說高了 但是道瓊、S&P500指數 跟NASDAQ 都是一個下跌三連黑的走勢 面對這種行情 台北股市今天是一個開高的走勢 開高之後的江坡圖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是怎樣 一路的往下走低 好 收在這個地方是怎樣 下跌的26點、15,069點 成交量是1,782億元 比昨天稍微的多一點 好 對於昨天的這個行情 這個成交量是怎樣 說的比較低一點 好 那有人就在這盤後問我 老師說 欸老師 這個新低量啊 會不會有新低價 投資票基本上呢 我會告訴大家 這個叫做假問的啦 多問的啦 好 昨天收盤之後 我就已經知道 新低量 這是創下2020年11月3號以來的新低量 那為什麼我在昨天節目不會說 因為這個根本就這樣不值得一提 因為新低量 昨天的新低量 絕對不會有新低價 好 那這個地方到底是不是一個買點 我昨天也跟他講的很清楚了 好 那我們今天會再跟大家講 詳細的說明 那對於這新低量會不會有新低價的問題呢 我會直接告訴大家 你還不如來問我說 老師 我手中的宏達電該怎麼辦 老師 現在生技股這麼強勢 這麼怎樣 厲害 那我可不可以設非標去追進去搶進生技股 好 對生技股的表現呢 我昨天已經有跟大家講過了 好 那這個市場上面的這個生技股呢 大部分呢都是這樣投機意味比較濃厚的一些股票 那這操作上面呢 那我們提供給大家的是這個怎樣 好 這個生技指數現貨 應該講說生技期貨的這個成分股 那這地方總共有55檔 那我們跟大家建議的是怎樣 前面的25名的這些股票 對於這些股票的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呢 那在這個合一是連續的這樣跳空上漲的 在今天又怎樣強勢的開高鎖漲停 對於這個中天今天股價呢 那也是表現非常非常的強勢 對於這一個台康生技今天是這樣 開這樣平高盤震盪之後再收高 拉了一個漲停 那這紅色的K線是這樣 連續的相對大盤是往上攻高的 台幣股市是下跌連三黑 那台康生技卻是這樣 拉抬了三根紅K線 對於這樣的股票我們再講一次 我們已經有剛才講過了 好 這生技指數 這生技期貨的這個成分股 前25名的這股票 排名第一名的這市值呢 在這個區域底的時候呢 第一名是合一 第二名是高端疫苗 第三名是中天 第四名是成德 第五名是這個金碩 好 那後面還有誰 台康生技 大雪光浩鼎 東陽大樹國光森 那這大疆泰福KY 美食精華 中域一打泰博 那這立豐KY跟泰景KY 好 這總共是有前面的20檔 那這些股票呢 這股價呢 有一些已經 連續的強漲了 志勤的股價在這地方 拉抬得非常漂亮 從80塊漲到這127塊 漲幅已經超過了50% 12345678 910 11 12 13 這邊將近半個月左右的時間 志勤的股價非常非常的厲害 好 投資朋友我再講一次 現階段 那你如果要來問我說 老師 新低量會不會有新低價 我就直接跟他講 這叫做假問的 好 那這個股價上面的表現 還不如你來去問我說 老師我手中的宏達店怎麼辦 我手中的長榮海運怎麼辦 好 那如果你要買生技股的投資朋友呢 我們就講了一堆 那就直接告訴大家 我個人的看法跟結論 生技股的特性 投資朋友你一定要記得 好 這些股票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那好幾檔都是這樣 強勢 漲停 上漲 衝高 要不要追 好 你必須要怎樣 留意的 第一個 現階段的這一個生技 這個廠商 我們有跟大家講過 台灣的這個生技股的這個怎樣 技術水準 研發新的技術水準 我認為是在全世界的全球這樣 中上 好 表現都還算不錯 表現都還算不錯 好 但是呢 這個股價的這個投資味道呢 還是很濃厚 你必須要怎樣了解 第二個是什麼 這些股價的這個表現呢 因為股性活潑 所以呢 它會飆漲 也會飆跌 所以呢 你想要追價買進生技股 會不會容易賺到錢 有機會啦 對不對 因為它會飆漲嘛 今天漲明天也可能會繼續漲啊 上漲的機率還很大啊 但是呢 你千萬不要忘記 它會飆漲 跌的時候呢 也會飆跌 所以在交易上面呢 這個成交量 量滾量 放大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特別留意 主力大戶會不會趁機出貨 另外一個是什麼 當它一波衝高之後 稍微的震盪 再往上走高 創高 成交量 有量價 背離的嫌疑的時候 你也是一樣要特別特別留意 好 對這生技股的這表現呢 我們就不用再多做說明 我只會告訴大家 你必須要特別特別留意 生技股的這三個特性 你到底能不能承受 這股價的波動 你到底能不能這樣觀打的出來 你會不會是追價的最後一隻老鼠 同學 你就自己要留意囉 你自己要留意囉 好不好 我們就不多做解釋了 好 那我們拉回來看一下 這大盤的走勢呢 那在今天這個股價上面的表現 算是一個下跌收低的一個行情 成交量有昨天的這樣 比昨天多一點對不對 那相對是比較多一點 但是有沒有很多 沒有很多 那對這種走勢呢 我昨天在這張圖上面 已經跟大家講過 台幣股市呢 昨天的最低點是這樣 15086 比這個跳空缺口的15087 少了一點 它叫做回補缺口 而這回補缺口叫做怎樣 買點 好 這個看法我並沒有改變喔 好 我並不會認為說 老師今天股價下跌 今天大盤又繼續下跌啊 好 跌了這個26點啊 那這個這個股價上面的表現 好 這地方是怎樣 流上影線啊 這衝不上去啊 成交量放不大啊 回補這跳空缺口啊 越補越多啊 這股市真的可以買嗎 好 昨天我們今天節目標題 就直接告訴大家 好 下跌請你不要悲觀 好 那有一些好股票 你必須要站在買方 這地方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這過去這13928 這附近這低點啊 你絕對不會買股票 因為當時你會害怕 因為當時大家都在講 擔憂股市怎麼會這麼的弱 當時呢 投資朋友你在擔憂的是什麼 地緣政治的問題 這地方稍微壓回來 你也不會在這地方買 這兩個地方 你都錯失了一個買點 這一次好不容易壓回來 好 我只會告訴大家 這是你怎樣 另外一次的機會 好 那這上漲之後 這高點的15500點附近 我也跟大家講過了 好你手中的股票 你就必須要去檢視 強的有賺錢的 你可以稍微的獲利了結 賣出調節都沒有關係 那弱的呢 弱的怎麼辦 弱的你就必須要去怎樣 對照台北股市的走勢 如果真的很弱 沒有機會 你該換股 怎樣 就要換股 你該停損 就要停損 好 這我已經跟他講過了 那這股價從這15500點附近 壓回來到15000點附近了 這是台北股市 最近一個禮拜的走勢 漲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過 五窮六絕七反轉 我提前的告訴大家 7月反轉13928往上攻高 那在這地方碰到壓力 我也提早告訴大家 你要做怎樣 有所因應的這個交易動作 進退有距 哪些股票應該調整 我都講得很清楚了 好 所以呢對股市接下來的這脈動 這脈動到底應該怎麼看待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這是稻窮公益指數 昨天晚上的江波圖 這是SMP500指數的走勢 那在昨天晚上的這個下跌 收黑之後呢 稻窮 SMP500是連三黑 但是在納斯達克上面的表現 好 雖然也是連三黑 但是昨天的江波圖呢 卻是比稻窮 比SMP500指數相對強勢 非神半導體指數 那更強了 昨天是收紅的 這一個上漲漲幅的 0.74% 已經接近大漲的一個走勢了 面對美國的市場 那有人一直告訴你呢 這個FED升息啊 貨幣緊縮啊 那接下來的這個 國際的這個 中央營養的這個年會 投資朋友又要開始怎樣 又要開始在講怎樣 全球貨幣請說 美元這樣再創20年的新高 我們講說美元指數 全球貨幣都往下降 貶值美元指數一度的往上攻高 哇 投資朋友 那大家都一直在討論這個地方 但是我還是跟他講 那這個時間點 不要過度的去用總體經濟的角度 去解讀分析未來的市場 好 我只會告訴大家 在一個美國的FED升息 我們已經在節目公開說過了 好 那在這個地方升息是怎樣 美國經濟是怎樣 前景是怎樣 看好的 我是我認為是看好的 美國經濟怎樣 是持續成長的 我認為是持續成長的 即便他公佈的GDP 這樣數據不理想 但是以失業率的角度來看 非農就業的這個數據 好 失業率 整體的失業率的數據 跟當週 那這個 出領救濟金的人數 這三個數據來看 我認為 美國經濟是怎樣 往上走的 所以升息叫做什麼 正常的 另外一個 因為通膨在這個地方是怎樣 高漲的 所以要壓抑通膨 所以升息的步伐當然會加快 在五月六月七月 投資朋友 你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八月 每個月都告訴你 FED要怎樣 加快升息 升三碼 升三碼 有沒有升三碼 九月會不會升三碼 投資朋友 如果九月份還是升三碼 叫做符合市場預期 那如果九月升兩碼呢 如果九月升兩碼呢 投資朋友又怎樣 又低於市場預期 那股市要不要 又因為貨幣寬鬆 就這樣 變成利多大漲 那你應該要留意 你應該要留意 總而言之 我會跟大家講 對於這股市上面的脈動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已經跟他講過了 從道瓊公益指數 拿斯達克 S&P500指數 飛沉半導體指數 到這個日本 南韓 台灣 德國 法國 上海中央指數 跟香港恒生指數的這個角度來看 好 那我們已經跟他講說 從最近這幾個月的最低點的上漲 到這最高點的漲幅排名 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已經把它列出來了 好 那我們這個地方 稍微的更正一下 因為我們昨天有一個數字打錯 那這個 29653 打成28653 這一叉叉了1000點 好這道瓊公益指數呢 我們稍微調整 它總共漲幅呢 是這樣 15.6% 那在這個 那斯達克是24.8% 飛沉半導體指數呢 是29.4% 那其他的你可以看一下 好 看來看去 我們雖然把道瓊公益指數的 這一個 這一個錯誤改正了 更正了 但是漲幅最低的還是怎樣 台北股市 那現在很多人在開始討論 台北股市為什麼這一波落後於國際股市的反彈 落後於國際股市的上漲的幅度 那原因理由是因為台海之間的怎樣 地緣政治怎樣 風險拉高 那風險拉高 那外資在台北股市呢 不停的賣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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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賣超的金額怎樣 那是怎樣 算照的 照來照去 那外資賣出去的籌碼 那在以台灣的這個投資人的這個角度 以台灣的法人的角度來看呢 是怎樣 沒有辦法銜接的 所以台北股市是往下回落 往下走低 對於未來的台北股市的看法 有很多人這樣傾向於是悲觀的 投資人員我會老實的跟大家講 外資賣台北股市的股票 基本上呢 我會跟大家講 還是以期限或操作交易為主 你一定要記得 因為他們會有套利套息的這個交易 那就是反正就是在期貨市場賺台灣人的錢 那股票呢能投資的就投資 不能投資呢 當然就怎樣 當然就轉換啊 那台北股市的力量 除了外資之外 有另外一個叫什麼 政府基金 另外一個叫什麼 三大法人對不對 另外一個叫什麼 叫做受險公司 另外一個叫什麼 公股行庫 這兩個重要的投資者 我們講公股行庫跟受險資金 這兩個重要的資金 事實上他的資金是部位蠻大的 部位蠻大的 那受險資金 在過去一段時間 因為國外這美元指數怎樣 美元是走跌的 那新台幣是走深的情況之下呢 那這很多受險資金把這樣的錢 匯回來台灣買台幣股市的股票 那台幣股市就非常的厲害 但是現在相反是怎樣 美元走強 新台幣走貶 美元支出創了20年以來的新高 那這些受險資金 當然在這中間會怎樣 會反向 更換最近呢 因為這個疫情這保單的 這情況之下 那理賠這金額擴大 對於這一個受險公司 是一個打擊 另外一個是這一個 所謂的這會計制度的改變 那未來的這會計制度的 這一個銜接 那這個受險資金 對於台幣股市的交易呢 是怎樣我們賣股票賣股票賣股票 好所以講簡單一點 我認為外資的買賣並不是重點 台幣股市的漲跌完全都是怎樣 被受險資金給搞砸了 好那我們話不多說啦 我只會告訴大家 我個人的看法跟觀點 好那你認不認同 那是你的事 總言之 對於台幣股市的角度而言 我認為受險資金 要不要買台幣股市的股票 有買 好拍拍手 沒有買就跟過去一樣啦 好台幣股市的成交量回到一千六一千七一千八 都沒有關係 受險資金滾蛋都沒有關係 台幣股市會不會繼續的往上走高 墊高上漲 有沒有 有啦 有啦 從七千點八千點九千點一萬點一萬一一萬二一二六八二突破到一萬三 有沒有經過受險資金的這一個大狗 同學你要思考一下 好那如果受險資金有進場的話呢 那當然就怎樣 我們也拍拍手 好所以呢 對於台幣股市的角度來講呢 那這個地方我還是跟他講 好美國市場是漲多怎樣回檔 好請你不要過度的悲觀解讀 千萬不要再用FED升息的這個利空來解讀 好我會跟他講這是景趣循環 那再升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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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怎樣 明年 然後明年之後 美國的通貨膨脹已經壓低 到這個FED 我認為的這個區間的時候 那美國經濟會不會開始有停滯 一旦停滯 他是不是又要降息 那從過去到現在 從股到今 那FED的動作是不是都是這樣 股市下跌 經濟悲觀的時候 他怎樣 他就會降息 那股市上漲 經濟比較活絡 比較強的時候呢 他會怎樣 他就會升息 那升到一個程度 股市會壓低 壓到一個程度 他又開始降息 不是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嗎 所以你要不要過度的怎樣悲觀 那我認為是不用的 那對於道琼貴指數的角度來看呢 我們就怎樣 短線來講 是以這個漲多回檔的這個看法來看 那以台幣股市的角度來看 這個地方連三類到底是不是一個買點 到底是不是一個買點 同志朋友 我們先以指標股的角度來告訴大家 台幣股市的重要的指標股有好幾檔 我們今天先以台積電的角度來跟大家說明 對於台積電的股價呢 最近是有點疲軟 對於台積電的股價呢 最近是有點疲弱 對於台積電的這個買超的這個數據 三大法人 外資 公股行庫跟受險資金 你自己有興趣自己去查一下 總言之 總言之我認為 台積電這個地方當然是一個買點 台積電的三奈米 投資朋友已經進來了 台積電三奈米已經怎樣生產了 台積電三奈米的量力率怎樣 拉高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那今年三奈米明年三奈米plus 那三奈米三奈米 對於台積電到底有多重要 我會告訴大家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台積電的股價 會不會因為三奈米的製程技術而走強 好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角度 那這個地方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支股票叫做Intel Intel最近的這個股價 這是六月份 這是七月份 這是八月份 最近三個月的走勢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是怎樣 每下預況 好 那是逐步的電怎樣 下滑的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的股價 好 台積電的股價最近三個月的走勢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六月份的時候是明顯的下跌 七月份的時候開始往上怎樣 電高走高上漲 八月份也是一樣 屬於一個電高走高的一個走勢 那相對於這一個Intel呢 卻是怎樣 相對強勢 這沒有話講對不對 好 那對於這一個地方 我們要講的是什麼 我們要告訴大家 最近已經有人在講囉 Intel的這個過去的10奈米呢 這製成技術呢 轉換了兩綠率不好啊 這怪怪的啊 生產出來的晶片呢 會怎樣 會燙燙燙 這個CPU會這樣 會產生過熱的這個情況 好 那這經過了好幾年的調整 那這一個地方在這個 過去一年多的以來的時間 他把10奈米的這製成技術呢 改成為7 這Intel 7 好 那就有人說 那這Intel 7 改字就改下去 就好像是怎樣 Intel的這7奈米 10奈米就明顯這樣 換一個名字 就變成好像7奈米 事實上呢 這個地方我們不多做研究啦 我只會告訴大家 有人從電晶體的這個數據來看 數量來看的話 這個Intel的10奈米呢 他怎樣 可以比你台積電的7奈米 理論上好像是這樣子 但事實上呢 他的這個CPU的效能 還是比較差 但是 但是 最近Intel呢 這個製成技術呢 越來越熟練 他的新的這個晶片 Intel的第11代 Intel的第12代 他的效能是直逼 超微AMD的這個CPU的效能 好 那這第12代的晶片的效能 已經開始怎樣 開始逼近呢 這一個超微AMD 7奈米的 REGEN5系列的這個CPU 好 有迎頭趕上的情況喔 但是 這是怎樣 7奈米製成技術 這7奈米的製成技術呢 是丟給台積電的 那超微AMD大部分的CPU 高效能CPU是怎樣 採用怎樣 台積電5奈米的製成技術 台積電4奈米的製成技術 那Intel當然是怎樣 不妨多讓 第12代呢 在去年已經怎樣 有迎頭趕上的這個情況 好 那這 迎頭趕上的這個情況 那到今年 到今年 好 接下來他丟出來 第13代的這一個新的晶片 好 那他挑戰的是超微AMD 5奈米的製成技術 這個ZIM4的這一個 REGEN7系列 好 同學講 這個地方的這個 這個 這個卡做的不太好 好 好 這個地方我要跟大家講 那你要留意的是什麼 第一個 Intel跟超微AMD 他的CPU在這個整個電腦市場上面是怎樣 敵對的 敵對的 好 那這敵對的 Intel過去呢 都是自己生產的晶片 那超微AMD 不用我說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下單給台積電 那台積電呢 從過去的7奈米 7奈米 Plus 6奈米 5奈米 5奈米 Plus 4奈米 幫這個超微AMD這樣代工之後呢 他的CPU效能是怎樣 非常非常厲害 好 那這個效能這 跟Intel是怎樣 差距越來越大 那現在Intel呢 他把這個10奈米的製成技術呢 改成Intel 7 那在這個調整的一兩年之後 好 這效能做出來的晶片呢 是怎樣 非常這樣 好 這急速的趕上 迎頭趕上 那請問你 我們現在請問你 假設你是超微AMD的董事長CEO 當你的敵人的晶片的效能已經逼近你的時候 請問你會不會把你的這個晶片的製成技術 晶片的製成技術再往上拉高 要跟他怎樣 產生這個間距 產生一個距離 會不會 我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假設你是這個超微AMD的CEO 過去你下單給台積電的5奈米的這個晶片的製成的訂單 這個晶片 好 那你會不會因為Intel迎頭趕上而把這訂單怎樣 把這晶片的這個製成技術拉到台積電的3奈米來做 會不會 答案當然叫做會啊 然後Intel在後面追追快追到了 你是超微AMD的CEO 你當然會怎樣 會把你的這個產品怎樣 再拉高啊 等級再拉高啊 等級再拉高 就是要把這個晶片的這樣 這個製成技術呢 拉到台積電3奈米啊 那我請問你如果這個情況發生了 那台積電現在所生產量產的這個3奈米的訂單 會不會缺 不會缺啊 對不對 因為這樣AMD怕Intel追到他 好 所以呢 就這樣訂單的這樣晶片訂單都轉為3奈米 那受益者當然就是台積電啊 好 那更何況我們在這個講Intel跟超微之下呢 另外一個Intel的對手當然叫做什麼 叫做蘋果 那超微AMD的這個競爭對手另外一個也叫做蘋果 因為蘋果有賣什麼 賣自己的蘋果系列的電腦 賣自己的這個這樣蘋果系列的筆記型電腦 所以 蘋果的這個CPU 的效能當然也是這樣 Intel的敵人 當然也是這樣 超微AMD的對手 所以當超這個Intel的這個晶片的這個效能 這樣拉高的同時 那超微會把這個晶片的製成訂單技術呢 這樣拉高到台積電的3奈米 那難道蘋果不會嗎 好 所以呢 突然你要好好的了解一下這三個巨頭啊 這三個巨頭 最後相拼的這樣 我們講魚棒相爭 那得利者肯定就是台積電 就這麼簡單 好吧 就這麼簡單 我們講來講去 最後的這個結果就是告訴大家 台積電是最大的受益者 台積電現在怎樣 告訴大家我有3奈米的製成技術 超微這樣搶劲 蘋果也搶劲 那明年的3奈米的這個plus 這第二代3奈米的這個訂單 這樣也是會滿載 也是會滿載 好為什麼 因為Intel就要銀頭趕上 那超微要怎樣 要怎樣 拉開距離 拉開差距 那蘋果肯定也是怎樣 要怎樣 要update啊 要跟進啊 好不好 總而言之 對於這個故事來講 我會告訴大家 台積電的股價 怎樣的表態 你必須要特別特別留意 我再講一次 台積電 台積電 不僅僅是護國神山 它現在已經是全世界最重要 最強大的一間公司 叫什麼 半導體的一間公司 好不好 好沒有台積電 可不可以 可以啦 可以啦 就是全世界人類的生活怎樣 生活水準降低就可以了 好那如果你覺得 全世界人類的生活水準 要不斷的這樣 上漲成長怎樣 增加 好那台積電怎樣 就會越來越強大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支股票叫創意 這支股票叫自圓 那最近有很多人一直在討論中國大陸的半導體 中國大陸這個半導體受制於美國這樣打壓 那接下來美國要打壓所謂的EDA 好那你在討論EDA 討論EDA 請問你呢 真的懂中國大陸的半導體廠商嗎 中國大陸半導體的公司請問你認識哪一間 請問你認識幾間 討論這個是沒有意義的好不好 我只會告訴大家 中國大陸半導體要這樣集起直追 追上台灣的台積電 追上台灣的聯電 追上台灣的聯發科 追上台灣的其他的這個半導體的廠商 我會告訴你 想都別想 因為中國大陸人 雖然有很多聰明的人 中國大陸的這個 每年 這個同一屆的新生代 一年的這個大概就是千萬人 這個應屆畢業生 這競爭非常強大 那厲害的 當然就是很優秀的 因為他一千萬個人裡面這樣排名 這當然是很厲害很聰明 但是 中國大陸就是缺乏半導體的怎樣 人才培養的一個管道 沒有人才 你想要怎樣 在半導體領域怎樣 追上來台灣 追上了這個日本 追上了這個美國 同學我會告訴你 叫做吃人說夢 吃人說夢 好不好 好那所以這件事情 我個人都不想要討論 這件事情我們也不用再多做說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支股票叫做加登 這支股票叫做華漢 好這支股票跟台積電有關 它是屬於台積電大聯盟的這樣半導體設備廠 好大家都知道 加登是台積電刻意扶植拉抬的一間公司 這間公司叫做華漢 它是鴻海集團半導體的一個設備廠 它是鴻海集團的工業自動化的一間重要的廠商 這兩間公司的股價在今天都是相對上漲強勢的 對華漢的股價而言 好那我在節目上面已經有跟大家講過了 那我們當然是怎樣 有買進啊 好不好我們有一些會員所中有華漢 好那華漢華漢 華漢我已經怎樣跟大家點過很多次了 好對華漢的股價上面的表現呢 最近的這個股價呢 我們看一下 哎沒切過 今天股價相對大盤強勢 那在這個地方是創新高 好那極速的壓回 這個放量之後壓回 在這個地方就這樣亮縮主體 好這兩根紅黑線當然是這樣 有具有支撐的一個情況 那這接下來的股價 到底能不能再攻高 好同樣 好這地方是流上影線 這成交量不夠大 所以這不是一個仙人指路的一個走勢 但是呢這個地方是怎樣 爆量 這地方爆量 它是流長上影線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仙人指路的一個走勢 好那這股價呢整理了怎樣 大半年呢 打出了一個怎樣 碗形底 那你覺得它有沒有機會 來挑戰這個 仙人指路上影線的這個位置 好你自己觀察 你自己觀察 我只會告訴大家 我會員手中有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 當然我們已經操作 這一個有一段時間 那我們這會員手中的股票 當然就是怎樣 看一下圖就知道了嘛 這是周K線 當然是獲利的啊 好不好 這還原全息之後 那肯定都是賺錢的 好那 所以我也不多說了 那對這個加征的這個股價上面的表現呢 我只會告訴大家 那它是一檔怎樣 輕薄短小的股票 如果你想要買進它的時候呢 還是要留意一下 在市場上面的這個怎樣 這個當充的這個交易 那如果比較大的話呢 這股價波動就會比較明顯一點 好那對這個股價上面的表現呢 我們從台積電的角度拉進來 叫做到加登 以台積電的角度拉進來 到這半導體的設備廠 好那這兩間公司的股價 接下來你要不要買進 那是你自己的事 那你自己來觀察 好剛剛有點當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支股票 那工業自動化工業自動化 這一支股票叫做台達電 那今天股價呢 雖然是這樣 這衝高之後再往下回落 那這但是呢 最後收盤還是屬於一個 上漲的一個走勢 那這整體而言的股價呢 相對大盤還是算是一個強勢 那這支股票呢 跟這個工業自動化有關 那最近呢 在這個台灣 這個機器人 與這個自動化這個漲 我們就直接用這個台北國際 自動化工業大漲 這幾個字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這是2022年 是今年喔 時間是8月24號到8月27號 你有興趣自己來看好不好 就在我們公司附近 台北南港展覽館的一館跟二館 好那如果你有去參觀的話 你就會發現 什麼叫做台達電 如果你有去參觀的話 你就會發現 什麼叫做研華 如果你有來參觀的話呢 那你就會發現 有什麼這一個工業自動化的一些廠商 他們的產品是什麼 像這支廣運 這廣運 我們來看一下 這支股票叫廣運 這廣運的股價呢 它是上漲的 這個我們之前有跟他講過 盛新材料 那是屬於這個碳化系 第三代半導體的一間 轉投資的一間公司 但是呢 如果以單純廣運本身公司的營運 業內來看的話 它是跟半導體設備 又有一些關係喔 好那半導體設備呢 在廣運做了一些什麼自動化的 這個這個 這個倉儲的這個系統 好投資朋友 你有興趣喔 有興趣呢 就自己來看 自己來看好不好 好那我們也不多贅述 我只會告訴大家 對於這一個 自動化工業大展 那投資朋友你有空 自己要來觀察 來我們繼續看下去呢 這地方是台幣股市的這個 大盤的走勢 在這個地方 這個量縮 量縮的這個情況之下 那連續兩天都是怎樣 相對小量的一個這個走勢 那這股價呢 是連續兩天收AK 那再連續這一天的話 是連三黑 好連三黑 但是成交量有沒有明顯的增加 沒有啦 這打下來這地方 回補這跳空缺口 好投資朋友就畫這兩條線 你自己看左邊 這地方 這邊畫一個虛線 這個粉紅色的虛線 虛線的圈圈 往下看這成交量 是不是最近以來的大量 是啦 這股價往上突破之後 打下來 量縮 回到這大量區的上緣 你覺得是支撐啦 是壓力 答案當然叫做支撐啦 所以呢 我已經跟他講過了 股價從這15500點附近 壓回來到這 回補這跳空缺口 這附近一定是怎樣 叫做買點 我跟他講的很清楚的喔 你千萬不要再跟我講說 老師 新低量呢 會不會有新低價 昨天這新低量 我們再講一次 這是創了2020年11月3號以來的新低量 這地方的新低量會不會有新低價 投資朋友 根本不用在意 好不好 根本不用在意 好 那對於大盤的這走勢呢 這成交的變化 我就直接告訴大家 以股價線路上面來看 它是回落到這個怎樣 支撐區的附近 那這個量縮 量縮 代表是追空的意願怎樣 沒有這麼的搶劲 那但是缺點是什麼 缺點就是上漲公高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江波圖啦 缺點就是上漲公高 因為量縮啦 今天開盤量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開盤量 一百七十幾億啦 開盤量呢 只有172億 這172億呢 這個地方代表是怎樣 開高這樣 就 投資人異性藍山 好 那這個成交量當然是量縮 開高之後就往下回落 那這個買盤不計 往下回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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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朋友 為什麼會回落 因為成交量也是縮掉的嘛 買盤不計嘛 所以呢 在今天的這個股價上面 是留有一點點的上影線 所以量縮呢 對多頭而言是怎樣 追空意願降低 是一個好消息 那反向呢 反面來思考 對多頭而言呢 是怎樣 追價的這樣 買盤也會比較少 也會比較少 好 所以呢這個地方的交易呢 就是跟大家講 這是一個買點 但是股市是量縮整理 市場屬於怎樣 各股表現為主的一個行情 拿著各股表現行情的這個表現 這個表現 展現在生計股上面是這樣 活蹦亂跳 我們來看看今天的這個強勢股 這強勢股啊 你自己用眼睛去看 這麼多的強勢股 今天行情不算好 但是呢 這地方有 一二三四五 扣掉五檔 十一檔 十一加十六 總共27檔的漲停的股票 好 你自己有興趣去看一下 這個生計股有沒有很強 自己去看一下 那這除了生計股之外呢 這些股票呢 是不是 這個大家的 這跌不疼兩不外 已經很久了 好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昨天的強勢股 跟今天的強勢股 是不是有大怎樣 又大換學了 這代表是什麼 這代表是市場上 一直往投機的部分去怎樣 去前進 好 各股表現的空間還是很大 所以呢 在動作交易上面 我還是跟他講 不要過度的悲觀 這地方是要讓你買股票 那如果你不喜歡買投機股 那當然要買好股 那好股要怎麼買 當然是逢低買進 好 那有哪些好股 投機票 這定義 這定義呢 就由你自己來定義了 好不好 我就不多說了 好 我們待會來到這個大盤的這個 多方動能 空方動能的數值來看呢 我們這個地方跟他講很清楚 那這個 這根線 這空方動能是怎樣 比昨天增加20.1% 週K線是比這個 上禮拜減少了56.4% 那日K線是比上個月呢 減少了65.1% 好 那對這個行情上面的變化呢 剛剛是日K線 那現在是這是週K線 週K線上面呢 這一根黑K線是怎樣 這一個開盤價跟最高價 都這樣沒有效的突破 那這地方出現了七連紅的紅K線 但是他都怎樣 沒有突破 代表是這一根這樣 非常非常的厲害 好 那如果不會八連紅 那會不會這樣 死掉 不會啦 好 那如果不會九連紅 那這個行情會不會死掉 也不會好不好 總而言之 上漲七連紅 那第八個禮拜呢 收一根黑K線有沒有關係 第八個禮拜 收一根紅K線有沒有關係 我會告訴大家 都沒有關係 好 不要太在意 那你要在意的是 這一根長黑K的最高一點 什麼時候會被突破 一旦被突破 這代表是什麼 代表是多頭氣勢 非常非常的強勁 這代表是什麼 代表是空方的氣勢 已經怎樣 被扭轉了 被扭轉了 好不好 那這一根黑K線的最高一點 到底是多少 你自己去查一下 好 那以大盤的這個月K線上面的角度呢 我們還是跟他講 14825 就是這一根長黑K的這個收盤價 沒有被跌破之前 股市會往震盪多方的這方向前進 好 那當然呢 這被跌破呢 當然就是對多頭為人 是一件壞事 那到底會不會被跌破 會不會 好 同樣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這K線上面壓回 這地方是怎樣 跳空圈 我是一個買點 那為什麼會是買點 我已經用成交量的角度 已經跟大家講了 技術分析有很難嗎 你自己思考一下 我們再講一次 這地方是公高上漲放量的一個走勢 這邊整理之後呢 再拉抬公高 往下回落之後 這地方是這樣 量縮 這地方是成這樣比較大的地方 這地方有跳空缺口 這地方當然是加一個支撐 而這個支撐 會不會是買點 答案當然叫做是 如果這地方會是買點 那這大盤的月K線 這14825 會不會被跌破 假問的 投資料多問的 好不好 那自己思考一下 好不好 我們就不多說了 來看一下這支股票 叫做宏達店 投資料 對於行情上面的看法 你就不用再多問 對於股票上面的角度 你就要這樣稍微思考一下 宏達店 投資料 到底接下來怎麼操作 你有宏達店的趕快來問 我再講的是 這最近這兩天 已經有這樣 有好幾個人來問了 好 宏達店 我跟大家講過 當初要上漲之前 我跟大家講 股價 在這一個最高點那一天 我也跟大家講 我待會會不會有全數獲利賣光 那這股價 拉到這地方 煞到這地方 你到底能不能買進 好不好 你自己思考一下 好 那長東海運 跟望海海運的故事呢 我也不多講了 我只會告訴大家 今天的這望海的海運的股價 明顯的開始怎樣 低於了長榮海運的股價 過去我跟大家講得很清楚 我不認為 萬海海運的股價 會高於長榮海運 高於陽明海運 好 投資料 過去呢 都有二三十塊的價差 跟長榮海運 現在已經看到了 他現在已經低於了萬海 低於了長榮海運 我也沒有驗證 我個人的說法 過去我跟大家講過 長榮海運 跟陽明海運的股價 會低於紅海 當時有很多人不相信 現在你看到了 有沒有低於紅海 投資料 你千萬不要跟我講說 老師 那長榮海運 一減之之後 股價就高於紅海 投資料 你基本上 你要用正常的角度來看 現在他就低於紅海了 所以一再一再的驗證 我是跟大家講 你手中有萬海海運的 不知道怎麼辦 趕快來問 你手中有長榮海運的 我說過了 我有一個進可攻 退可守的一個交易策略 你想要知道 趕快在Lite上面詢問 Lite在我的手下方 QR code 隨時都可以掃描 都可以加入 就來詢問 好不好 好 那這個地方你看一下 長榮海運 今天的這個收盤價 跟這個陽明海運 的這個收盤價 這個價差已經剩下10塊了 好 92.1跟82.1 差10塊 原本呢 超過12塊的價差 現在只剩下10塊 同樣我再講是 你手中有長榮海運的 投資朋友們 有問題趕快來問 我再講一次 你這麼愛當航海王 我就給你一個航海王 進可攻 退可守的交易策略 你不來問的話 你過去你會後悔 你不相信我的話 你也會這樣 未來也會後悔 為什麼 因為過去我講長榮海運 陽明海運 萬海海運的故事 到現在全部都這樣驗證 全部都驗證 好不好 好 那時間不多呢 我們最後要跟他講 這支股票 我說過了 我已經帶我的會員朋友買進了 那Call訊也已經告訴大家了 那我已經公開的暗示給大家 這支股票叫做什麼 叫做高價股 這支股票叫做高價股 你想要賺錢 想要賺出國的旅費的投資朋友 就請你趕快來加入我的會員 現在來加入我的會員 同學 一年期我們公司的這個 特別的精品禮物 就叫做特製的行李箱 你外面絕對買不到的特製的定製的行李箱 這是一個定製款的 好不好 那我也說過了 這名額不限三名 那肯定會超過 只要你來加入一年期會員的投資朋友 我們這樣就送你這個行李箱 那如果超過很多 那我們大概會跟公司在要求 我會跟公司老闆在要求 再多送一點 好不好 想出國要賺旅費 就靠這一檔股票 這一檔股票到底是什麼股票 我已經明示加暗示 它是一檔高價股 而且我已經跟他講過了 它是一支非常非常好的股票 肯定可以讓你賺到旅費出國 好不好 加入會員 現在是好時間 清代會員 戰神會員 戰力會員 財經會員 任君挑選 你只要來參加 任何一個等級的 一年期的會員 都有這一個我們公司 訂製款的行李箱 精美禮品 送給你 當然你想要這個 這個會費 這個折扣優惠的話 也跟著我們線上助理人員 來聯絡 來洽詢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 就講到這地方 02-2653-8299 你可以撥打電話號碼 跟我們諮詢 跟我們這個 線上助理諮詢 那如果你不想打電話 就是LINE AT LINE AT 就在我的手下方 QR Code 隨時都可以掃描來詢問 好不好 好 那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